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写作者他们会站在不同的立场 他们并不是全然的支持 当然也没有完全的反对 他们会站在省思跟批判的角度 来看待人类文化的发展 例如说像我手上这一本 《科学爱人》 从这个名字里面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大家应该想到就是 《玛丽学来的科学怪人》 没有错 这本书是向科学怪人致敬的一本小说 而这本小说呢 它更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作者是曾奈 曾奈·温特森可以说是20世纪到21世纪 最伟大也最出色的英语写作者 而在这本《科学爱人》里面 曾奈·温特森用一种全新的笔法 来改写《玛丽学来的科学怪人》 如果将这种用湿肉拼起来的科学怪人 把它变成了AI人工智慧 还有逻辑有情感的能力 它是不是可以取代任何一个我们身边的伴侣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说 站在21世纪的今天 你想要了解AI除了科学家的阐述之外 我认为文学家的想象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建议你看看这一本《珍爱·温特森的科学爱人》 那除了这个《科学爱人》之外呢 当然我们就回到更基本面的来思考 人工智慧是什么 但是如果人工智慧可以懂哲学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跟它对话 可以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 那是不是就没有神的存在了 那AI是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神 而面对这些复杂的道德议题的时候 AI真的会思考吗 还是它这个只是它计算出来的结果 而这本《当人工智慧懂哲学》 实际上它里面就谈到的是 如果人工智慧面对了伦理 正义 艺术 恋爱 甚至于是超自然的存在 AI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解答 而我们人类应该怎么样去面对AI的解答 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引发大家 更多进一步的思考 而最后面我们要介绍这本 这本小说它的名字叫 如果德川家康变成总理大臣 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日本的 这个政府制度里面 总理大臣就相当于是 就是像我们所谓的总统 从2022年 就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瘟疫的管控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用AI人工智慧完全模拟日本在战国时期 开创江户时代最重要的德川家康 那么它会怎么样来思考 21世纪我们所面对的COVID-19的疫情呢 那这本小说它是一个幻想的小说 如果德川家康变成总理大臣 但是幻想的小说也代表了 我们有更多思考的空间 毕竟有人这么想 代表他有可能会实现 而实现的时候 真的就是美梦成真吗 那相信从这几本小说里面 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就是在AI人工智慧 在当代他可以扮演的角色 如果AI来做判断的话 他会怎么做 或者是你会怎么想呢 欢迎你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就让青春爱读书 YouTube频道有更多的书讯告诉你 喜欢这支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青春爱读书的好消息告诉大家